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有喜乐 大有盼望 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准备的材料有圣灵的水 以及蜡烛、打火机、防护面罩、气球 一个是有装圣灵的水 一个只装空气 我们要看看这两个在操作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现在我们把气打进气球里面 我们完成了 这个气球里面只有空气 它是很快乐的 我们现在把蜡烛点燃 戴上防护面罩 这是快乐的气球 里面是充满了空气 它现在要出去玩的时候遇上了困难 我们看看它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它破掉了 小朋友 这个气球本来是快乐的 但遇上困难的时候 它就爆掉了 现在我们做另外一个实验 我们把圣灵的水放进这气球里面 一样我们要放入空气 把气球膨胀 一样三十下 现在已经有圣灵的水在里面了 我们把蜡烛点燃 这蜡烛代表我们在生命当中会遇见的困难 失望 有圣灵的水在我们的里面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 二 九 十 哇 小朋友 这实在是太神奇了 我将这有圣灵的气球 放在这蜡烛上 它居然没有爆 还是完好如初 这蜡烛点燃的火 就好像我们生命当中所遇上的困难 生气 还有沮丧 但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哇 太神奇了 这个气球仍然完好如初 希望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在困难 在困境的当中 仍然可以像这个气球一样 充满着喜乐 这个小实验是不是很神奇呢 当圣灵进入我们的心 我们不会因为外在的困难 而失去了喜乐和盼望 我们的喜乐可以胜过生气和失望的情绪 这正是基督徒生活的主要目的之一 而从神而来的喜乐在我们的生命中 使我们与基督的形象相称 让我们更像他 在圣经中 圣灵的果子是基督徒生活的重要部分之一 这些果子代表着神的圣灵 在我们内心所结出来的美好果实 其中之一便是喜乐 喜乐不仅是一种情绪 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和神所赐予的礼物 让我们一同来深入的探索 了解喜乐的真谛 以及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 那喜乐是什么呢 喜乐是一种内心的快乐与平静 源于对神的信心和对生命的感恩 在圣经中 喜乐不仅是一种感受 更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 即便在困难和苦难中 我们仍然拥有内心的喜悦与平安 喜乐并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和物质条件 而是建立在与神亲密的关系之上 因为喜乐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所结的果子之一 我们拥有喜乐时 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得着滋润和安慰 生活也将更充实和丰盛 喜乐使我们能够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 并且在神的力量和恩典中得着胜利 此外喜乐也是一种见证 能够透过我们的喜乐吸引身旁的人 让他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我们要透过圣经中使徒保罗在为难的时候 如何靠着圣灵活出喜乐的生命 来见证上帝的信实 嘿哟 我是保罗 保罗经常逝处去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向人见证基督 这是他的同工希拉 他们到了菲利比 遇到了一个被鬼所赋的妇人 在那里他们以尽浅财力为基础 这个妇人跟随保罗 保罗心烦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他的鬼出来 他就得自由了 但是他的主人失去了得力的门道 于是就告官 把保罗和希拉捉拿下到监里 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 他们就唱诗祷告赞美神 夜间地大震动 就把他们的锁链都全部震开了 这个时候 狱卒和囚犯就问他们 我们当如何行呢 保罗说 当相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 哇 他们信的主非常的开心 第二天 保罗和希拉就回到街上 继续去向人传讲 耶稣基督的福音 灵醒多人都归信耶稣 哈利路亚 他们不住的四处去传道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在一片中 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中 仍然活出喜乐的故事 这告诉我们 即使面对逆境 我们仍然可以保持快乐 这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与他们同在 并且知道上帝的爱和力量 永远支持着他们 这种信心和对上帝的信任 使他们能够在困难中 活出喜乐的生命 罗马书15章13节提醒我们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与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让圣灵透过圣经上的话 帮助我们活出喜乐和盼望 我们如何活出喜乐呢 小朋友 活出喜乐 首先要从内心开始 我们需要不断的与神亲近 通过读经 祷告和与其他人分享和互动 来增进我们与神的关系 其次 我们需要学会感恩和赞美 将心思意念转向神的美好 和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另外我们也要学会放下忧虑和恐惧 相信神的应许和恩典 直到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无论我们走过什么样的境遇 他都不会离弃我们 那我们该如何做呢 想一想开心的事情 玩耍 看书 或者是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 度过美好的时光 这样会让你感到快乐和满足 透过画画或写字的方式表达你的心情和感受 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情绪 并让快乐的心情持续下去 和上帝祷告 每天和上帝说说话告诉他你的喜乐和感恩的事情 这样可以让你更加的了解 让你更加的了解上帝对你的期盼 并从中得着力量 去做正确的事情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记得相信上帝爱你 他有美好的计划 这样的信心会带给你内心平安与喜乐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好好的实践 圣灵的果子 喜乐 让快乐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并与他人分享这份美好 喜乐是一种来自神的礼物 它超越了物质和情感 是我们与神亲近的标志 愿我们每天都活出喜乐 在喜乐中见证神的伟大和恩典 让我们以喜乐的心态 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因为我们知道 那位赐给我们喜乐的神是永恒的 他的爱永不止行 记得阿爸天父爱你 YES馒头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再会